5月13日為耶穌聖天節 當日同時亦都是花地馬聖母尖禮 天主教澳門教區當日上午8點和下午6點 分別舉行中文和蒲文彗塞 李斌生主教在下午的彗塞講道裡面說 每個人都見過聖母 又提醒在場的教友 聖母就是眾人的希望 因為聖母將耶穌這個真正的希望帶給我們 主教授也說聖母每天都陪伴著我們的世人 就像三位牧童所形容的一樣 主教也說聖母每天都陪伴著我們世人 就如三位牧童所形容的一樣 马里亚发出天主的光去保护我们 他又指因为这份希望 让大家相聚一起 一同感恩并团结一致 一起为教区 为澳门社会 为世界祈祷 微杀之后随即供奉花地马圣母像出游 以玫瑰圣母堂作为起点 经过南环和西环大马路 上西望阳主教山小堂前地 期间还练玫瑰经 圣母像抵达主教山小堂前地之后 取值恭迎耶稣圣体 由李主教降福在场教友 全澳社区及市民 有第二次参与出游的大学生表示 见到那么多教友觉得好感动 也都有不同的体会 同时又认为在圣母月 可以多些做敬礼圣母的行动 在圣母月开始 每天都有去望平的彌撒 望平的彌撒之前都会去念玫瑰经 去默想当日的奥积 我觉得这就是我今次圣母月 做了出来的一种奉献 也有子女跟随父母一起参与出游 应用非常喜悦 贵你.? 因为是像白霓的 珊在闷了我们 很爱 因为她的祂母 所以她的除了我们 保持我们的要命 百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